我在河岸山武嶺的停车场 现在雪是越下越大 所有湘区当中呢 在漫步雪中的景象 当然我们也可以尝试 但因为我没有带防水的帽子 所以撑伞 而且这把伞还有另外一个作用 马上可以让大家看到 真的在下雪哦 武嶺上面停车场呢 也是覆盖了厚厚的一层雪了 在武嶺山山上 大家都非常的兴奋 刚刚你在那里玩雪球 打雪仗的时候 是不是有感觉到 自己的脚底是很滑的 没有准备的特殊的装备上 我里面有贴暖帆包 然后带防水的手套 然后还穿玉米 但是没有想到 其实这个鞋底会打滑 超级滑的 现在脚趾头有点没感觉 所以要提醒大家 如果要上山来追雪的话 一定要注意自身的 这个温暖的配备够不够 去年有道理妈妈 要带妈妈上来看雪 然后今年就实现愿望了 今天其实很舒服 对这个天气很舒服 今天 反而没有下雨 就是在添雪 对 那不会浓啊 我不会浓 那是袜子吗 对 因为它子里面塞了暖暖包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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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裤子 哇 哈哈 夸张耶 马上雪子倒台 倒起来 环山五岭这边停车场 积雪其实接近两公分了 所以呢 很对怎么样 堆雪人 好 我们往后再看这一个 真的很厉害 很美耶 就地取猜 在我的后方呢 18点EK 这边还在管制 当然7点才通行 不过要上山7点之后呢 也必须要加挂雪链 所以包括我们采访车在内呢 也已经事先准备了雪链 现在呢 包括了驾驶 还有工程人员呢 都在这边 就地来装上雪链 这样子也说 如果呢 今天其实水气算够的 但是只要气温的条件 也就是温度够低的话 这场雪呢 还是会持续地下着 TVBS新闻李承佑 洪彩伦SNG小组 南投采访报道